我们讲到瓣豆 这是充满人情味的宴客形态 像初的宗泡塞带领许多人 用心去为主人家跟宾客 做出一道道美味的料理 因为从主人家选好菜色 到美食上桌 宗泡塞得要负责采买 烹饪 到出菜 每一个环节都要花费心思跟力气 不仅劳心劳力 而且工时相当的长 可是呢 却有一位宗泡塞 他很享受这种辛劳 他继承了父亲的好手艺 继续沿用父亲的名号来做瓣豆 他告诉我们 瓣豆能够拉起人跟人之间温热的情感 他想用食物唤起所有人 心里的那份热情 传递一种饮食文化 他更要用美食跟更多人交朋友 临晨四点万大陆上的中央市场 像是没有合过眼的热闹市局 原嫂 我来了 已经有30年经验的综厚塞阿滴师 天还没有亮就来到这里挑食材 海参啊 像这种薄薄的 硬硬的比较不好吃 要挑出比较软Q的 像这种比较软Q QQ比较厚实 这也比较能进得起烹子 OK 这是我进 像这个都是最辅料厂 还要再炸过 这是最辅料厂要用的 挑食材除了对品质能够有所掌控 还能够知道目前市场上的行情 不过 要能够拥有好的食材 最重要的是要有好的人际关系 阿滴宇 来喔 亲爱的 帮我走 帮我走 我要问这 对不对 再点一下 好 我长了一天 刚才没过去 好啊 你累了吗 有 有点累 有点累 阿滴师爷会在两家里 他也都是三十几年的好朋友了 他帮助我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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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机落伤就是他来给我 然后他还包红包给我 然后我就快吃 真的啊 大家都是好朋友 辣椒酱最好吃 辣椒还有活跳酱 斑豆讲究的是新鲜丰盛 活跳跳的海鲜是菜单里面不能够少的菜色 刚上岸的大白虾 还有横着走的大螃蟹 这个是什么 这也是花蟹 这么大吃啊 这个花蟹 比你脸盘这么大 你看到吗 很漂亮啊 很漂亮啊 这跟你回首啊 好重啊 一两斤吧 这个可以拿来做什么 这个当然东西 我个人觉得啦 只要水煮就很好吃 不用搞不太复杂 越新鲜的食材 越要吃它的原味 这是阿滴师最坚持的料理原则 阿滴师爷爷爷 鲜鲜20斤 哦 花蟹蘑菇 巴西蘑菇 巴西蘑菇 其实这每一种菇的口感都不一样 真的 人家的口感都不一样 有的需要参流 有的不需要参流 那这些菇都是很自然的鲜甜 所以我在下汤 也很喜欢还蛮喜欢 有一些这些东西 那扶助它自己会提鲜的上来 不用什么靠调味什么的 均鲜 三心的 好的 8 99 因為兒子現在會有骨魄 對 我們有骨魄 它都是骨魄最好的 三星的 陶板年也是最漂亮的 今天他還帶著兒子來市場 學財經的兒子對料理很有興趣 從小跟著老爸做板豆 做菜這門學問像是基因一樣 早就生殖在他的身體裡面 這種就是一般熱的就是切一切 你看跟高麗菜一樣那麼重 大白菜也一樣 大白菜就挑扎實一點 這高麗菜雖然看起來爆炸不好看 但這種高麗菜才好吃 這是高麗菜炒起來會很清脆 有時候料理就是這樣 所有的材料跟工法都對 可惜就是口感差了點 要怎麼樣才能夠做到色香味俱全 經驗占了很大的比例 兒子邊看邊跟老爸學習 慢慢地吸收 這從他們的小孩子 在肚子裡面 我就跟他買買到現在 他都是長大的 長大長大的 該老的也老了 雞生病 豬肉又貴翻天 還要讓板豆的客人 覺得物超所值 這的確考驗棕後腮的功力 對啊 所以貴還是要用 因為菜單已經開出去了 阿甸市在市場逛了兩個多小時 終於買齊了要用的食材 父子倆又風塵撲撲地將食材再回家 這個時候已經是上午7點左右了 阿甸市家裡早就擠滿了來幫忙板豆的阿姨們 大家七手八腳地把食材搬到另外一輛車上 整理完畢 一行人得趕快到板豆的場地 今天板豆的地點是在淡水一間私立大學 對方以一桌五千元的價位 請阿甸市為他們辦一場豐盛的尾牙 這已經是阿甸市第三次來到同一間學校辦尾牙了 不過他還是很謹慎 絲毫不敢大意 今天早上四六魚豆 這吃山藥 同樣煮骨的就對了 有在這裡切條 魚包的 這是油飯 還是油飯什麼 每一次的菜色都不一樣 所以在出餐之前 都要跟廚師溝通每一道菜的做法 還有出菜的順序 確定之後大家正式上工 前一天就得搭好帳篷 規劃出作業區域 中間是切菜的生產鏈 頭尾兩側是油炸跟蒸煮 過外一個小小的走道上 咬身一變成了中央廚房 所有人都按部就班地進行著 你一定要要用的先弄起來 才不會亂 要好好做事 阿甸市一邊切菜 一邊招呼其他人做事 該洗的 該切的 該汆燙的 都要分批處理 要讓四百多的人 在同一時間吃晚餐 這可不是吃大鍋菜 該講究的 該仔細的 一樣不能少 特別是家傳的修樓菜 佛跳牆 當我有另外熬了一鍋高湯 要下去 所以一般來講 為什麼佛跳牆 它功耗的標準 其他的什麼 就是說我們魚皮也要 或筍子也要 它熬出來的這些湯汁 只要包括我們的高湯 再重新去 去把它做一個 長時間的烹煮熬煮 然後再加上一些 蔥炸啦 蒜炸啦 這些東西 然後這兩個東西 蔥跟蒜炸過之後 它在熬煮的過程 會分泌出 很不一樣的一種香氣出來 早上從市場買回來的鳥 蛋 熬煮前 得先下油鍋 炸到外酥內軟 阿滴師說 這會讓蛋更加的耐煮 不會在熬煮的過程中破掉 而壞了一鍋湯 另外 在豬肉攤買的排骨 清洗之後 要先醃漬再下油鍋 油炸過的排骨 熬煮之後更加的軟爛 更有味覺的層次 當你佛跳牆的蓋子一掀開 那香氣馬上衝上來 這才是他的精神挑戰 不過提到佛跳牆這道菜 就得提到阿滴師的父親 他的父親也是一位棕破賽 儘管年輕的時候雙眼失明 可是做菜 手藝是毫不遜色 父親在我六歲的時候 他叫雙眼失明 所以家裡好像就是 已經到了一個殘子 一個需要一個大男生 來幫忙家裡的一個世代 那剛好弟弟不在 那我就接下來 其實阿滴師是父親的名號 他延續父親的名號 繼續將家傳的修羅才發揚廣大 以前讀書的時候 是讀汽車修護科 那汽車修護科 也有自己的一個願景在 然後以後怎麼做啊 做做做做啊 就做出好像你脫不了手了 然後跟原來的行業 這個行業變得有點隔閡了 所以說繼續從事這個行業 所以這行業可以說 就是從民國七十年 一直延續到現在 從小跟著父親板斗 慢慢地被訓練出掌廚的精髓 只是當時純粹是幫忙 沒有想到退伍之後 會從助手變成了主廚 從修汽車的黑手 變成做菜的好手 他扛下的不僅是父親的招牌 也扛下傳承兩個世代的老滋味 來 修喔 我慢慢體會到 其實它是一個文化麵的東西 半桌在台灣市 為什麼其實它跟 跟我們的一般民間生活緊接在一起 放到我們的料理裡面 也是每一個 不管你是刀工也好 該厚 該飽 該粗 該細 一定要到位 不能說好 有那個東西就好 那是不行 那是 就像父親常常講的 那家庭主婦就會 不用叫你來 所以你每一個東西要到位 那才叫做師父 謝謝 他不僅傳承還能夠創新 用電腦設計出圖文並茂的菜單 甚至還能夠提企劃案去參加招標 將版豆這個老行業做到更加專業 你要善用現在的工具 善用現在的記憶方式 善用現在的一些跟客戶互動的方式 我覺得這都是現在已經具備的 基本的一個條件在裡面 台上一分鐘 台下十年工 我們在吃版豆的時候 往往看到的只是眼前的美食 可是這卻是棕鋪Simon 耗費相當多時間的心血節肌 他們吃可能是一個小時一個半小時 但是我們做起來是 將近二十個小時 小小的一個東西 需要那麼多的工作 還有工序這樣 這麼多人 我們才可以享受到這麼一個湯 這麼一個菜 太太原本是做畫畫設計 嫁給先生之後 跟著打拼做版豆 奮鬥了三十年 緊記不好的時候 夫妻倆也曾經有要轉行的念頭 可是一想到 這是老一輩傳下來的好滋味 現在反而在思索 該用什麼樣的方式 讓這個好味道延續下去 畢竟我們家做這一塊那麼久了 也花了很多的心思 他投入了 他等於要投入他整一輩子在經營伴作事業 那我覺得多少 多少他當然希望有人去承接這個行業 不管是伴作這個行業 或是這個文化 我們家這個外匯這一塊 可以怎麼樣去改進 或是怎樣的合作性 好 好來 上樓 上菜 來 上菜 好 好 上菜 上菜 好 上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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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一般 一般 來 一般 來 好 辛苦 現在這輛車上的時候 有很多 又三桌換盤 很好 看著客人們開心地吃著自己耗費20個小時做出來的好料 這是阿丁師感到驕傲的時刻 其實伴桌的人很單純 他心無一整天大家都知道體力上的付出那一段位 客人也句說 欸 這麼好菜 今天菜不錯喔 這麼好菜 今天你的腦袋要怎麼吃 這就是我們的最大的紅包 最現實的回饋莫過於一句讚美了 對整天的辛勞也就值得了 對阿丁師來說 堅持做棕厚塞這個行業最大的意義 莫過於是利用美食跟大家分享版本的文化跟家傳的好手藝 當然這也包括了他對老父親感謝跟使命 歡迎回到晉級的台灣 有句話說 一日之需 百公四未備 這代表在農業時代時 各個產業相互之間的依賴 而當時農業的興盛 讓打造農具的打鐵業也跟著興起 可是如今 打鐵這個行業已經成為西洋產業了 不過卻有一對兄弟 他們仍然秉持傳統工法 打出一把把的農具跟菜刀 兄弟倆說了 他們只會打鐵 能打出好的工具 讓大家使用 這是他們最大的心願 也因為這最單純的想法 讓這對兄弟 舞動雙臂六十年 他們甚至還想 能將打鐵的技術傳給下一代 再延續另外一個六十年 鐵錘落下的那一瞬間 橘紅色的火光炫耀了我們的眼 攝影機記錄下這三十分之一秒的畫面 這是永恆的燦爛 還是即將消失的絢麗 在新竹新埠 九降風吹來 儘管有冬日裡的暖陽 卻依舊刺骨 兩百多年前 這裡曾經是商業中心 也是農產品的集散地 農業新盛帶動了打鐵業的興起 全盛時期 新埔還有打鐵坑的地名 如今老街上的這一間鐵店 是僅存的一家打鐵店 打鐵店的負責人 是一對同母義父的兄弟 大哥林幻梅 從十八歲開始當學徒 到現在已經七十好幾了 國中畢業以後 我們家庭都變很苦 很貧窮 就是沒辦法再繼續讀書下去了 就那時候我大哥 從那個 我那個新某一個街上 鐵店那裡 跟張老師傅協助來自己開 開了以後我就 國中畢業以後 大哥也就叫我跟他 幫他一起做 以前工廠沒有那麼多 你工廠上班幾百塊 兩三百塊以前 我老師父 來啦來啦給我學徒 就學好 我昨天學徒 他家裡住了二十八年 他很得師父的喜愛 學到所有打鐵鍛造的技巧 不過那卻是一段辛苦的日子 我老師啊 叫我三點幾樣 我是三點幾樣來 好來來做事啊 歲月帶給他的是 仙瘦彎曲的身軀 站在炭火爐前 鼓動著風箱 火紅的焦炭 炙熱的溫度 讓人無法忍受 可是他卻願意用六十年的時間 天天站在炭火前 一次又一次的淬煉打鐵技術 很多農家用的東西 有很多呢 很多不一樣的東西 要做這些錢給大家用 要耐用 某要做的東西 要做信用給客人 客人拿來 不管花多少錢 某要做給信用給客人用 這是打鐵兄弟的信念 也是他們賴以為生的信用 幾十年喔 這個叫平層的 還有大鋤頭 還有那個什麼 文具客家叫鋤鑼公 還有那個爪子 爪的 挖泥土的 挖泥土的 它不錯 它的運動不錯 你看又還修了 這是來修的 對 好 這個磨一磨 農具出了問題 客人第一個想到的 就是去找打鐵兄弟 很多時候 兄弟倆開店做生意 刀具跟農具的買賣 不是主要的經營項目 反而維修的售貨服務才是 有客人是把東西拿來跟老闆說明情況之後放了就走 那是一種信賴 那是一種信賴 讓打鐵兄弟更加不敢辜負 也因為有他們的存在 農夫們才能夠更加安心地工作 所以兩個人經常周六周日開門營業 寧願不休息 也不願意讓辛勤耕做的小農們白跑了一趟 客人總是辛苦也要做給他 我們這個客人一定要給他 有好想的地方 有沒有利 那麼想要第二天去討論 我說有一個觀念 不管做什麼行業一定要認真 你要做給客人的東西 要可以用 你不要說東西做出去 做可以交代 那這種觀念都不可以 不過如果產品不夠好 恐怕也沒有辦法讓消費者掏腰包 所以關於打鐵這件事 鐵匠兄弟有特別的堅持 用很特別的材料來製作 目前來說在台灣裡面 真正打鐵匠用炮彈缸打的 現在可能找不到有幾家 這個炮彈殼是十幾年前 湖國戰車兵員在我們演練 打出去打到目標以後 他都沒有挖出來 那本地的那個百姓 他把那個炮彈殼 把它挖出來以後 就賣給我們打鐵店 廢棄的炮彈如果當成廢鐵賣 賺不了幾個錢 可是賣給打鐵店 這種耐高溫的戰車炮彈 就成了相當有價值的材料 我們炮彈缸一定要跟 融合在一起 一般的缸沒有辦法達到 1400度以上 所以這個炮彈缸 它可以跟鐵融合在一起 鐵跟缸融合在一起的話 幾乎要達到1400度以上 這個炮彈缸 它就可以承受了這麼高的溫度 一般的缸是沒辦法 炮彈在激發時火藥高溫燃燒 經過高溫的洗禮 更看得出來炮彈缸的質地 也難怪會成為打鐵師傅眼中的寶貝 敲去切割不完整所留下風力的邊緣 被裁切成四分之一的炮彈缸 放進爐火中 將起好的爐用風箱加熱到1400度 火紅的炮彈缸用垂床塑形 這是打鐵師傅在鍛造過程中 很重要的一個步驟 因為可以去除炮彈缸內的雜質 而這個動作必須要反覆進行 直到鋼慢慢地成為長條狀 這麼強度可以打兩把菜刀 所以說這個可以打幾把 二十把以上 一個炮彈缸可以打八十把 八十隻到一百隻到 一把菜刀不是說 一定要整隻用炮彈缸打的 那是外行人講的 真正好用的菜刀 鐵要多少配多少鋼下去 這樣才會產生一把好的刀子 反覆塑形之後 鋼材已經具備成為 一把好菜刀的基本條件 接下來師傅又烤紅了一塊鐵 這一塊鐵得跟鋼做結合 於是兄弟倆先將鐵片劈開 再將塑形好的砲彈缸夾進鐵片裡 讓鐵片緊緊地包覆 這樣子打兩把菜刀 可以打兩把菜刀 這砲彈缸嘛 要把它夾緊 鐵片夾住炮彈缸就像是三明治一樣 放進火爐裡融結 高溫狀況下讓金屬軟化 軟化之後的鐵就得靠人力加以融合 兄弟倆鐵垂落下的那一秒鐘 剛和鐵融合的瞬間 在氣體的擠壓下噴發出火花 燒得火紅的鐵蟹噴見到攝影機的鏡頭 也噴到我們的髮劑 正當我們因為看到這絢麗的一幕 而驚訝讚嘆之際 下一秒卻是被刺痛拉回現實 這麼多年我做三十幾年來 我就現在不管做每一樣東西給客戶 每一樣都要做的給客戶要好用 到現在我打鐵打到現在 我認為就是炮彈缸 在我的印象中做炮彈缸 做我的刀子那個做那個鋒利 是最好的那個料 有人形容這種用鐵合鋼合成的做法 叫做三合鋼 這是最傳統的做法 而做出來的刀子也最好用 你穿個腳步一看 它有一個要橫發 橫的 要橫發也連接上來 這裡前面就是鋼 打磨光亮之後 老師傅用錯刀刮掉最上層的駁鐵 在駁鐵下面看得出橫切面的炮彈缸 如果將這一把刀開封磨力了 將會是一把很好用的菜刀 只是這個過程 每個步驟都得一步一步來 完全快不等 早上就是打鋤頭嘛 然後下午就整個下午在打電磚 就是整個都是要用到力氣 所以現在就是先學那個 來幫忙分擔一點力氣 大兒子現在是最好的助手 他當兵退伍在湖口工業園區 找到助理工程師的工作 可是看到父親跟大伯兩個人 天天這麼辛苦 考慮再三之後 也決定接下父親的工作 很多人問我說 以後你兒子要不要接啊 我說我一直強調說 我希望我兒子來接我的工作 所以說我小孩子也有聽到我這樣子講 如果他可以學會 因為打那個刀子的話更好 從一塊底做出刀子出來那個形狀 我希望他學到各種程度來 如果能夠獨立完成一把菜刀 這代表年輕的兒子已經具備資格 能夠接下這個店 這也是做父親的一點私心 誰會希望開了六十多年的打鐵店 在自己體力不佳 年紀漸長之後無力經營下去 最後只能看著他關門大吉呢 他不想做大哥的也不想 還好兩個人的兒子 都有意願來繼承家業從基礎學起 也許兩位年輕人 在父親經驗的加持下 跟時間的磨練下 不久的將來 這家打鐵店還可以繼續 下一個令人期待的六十年 一顆石頭冷硬的外表下 您能看出他生動靈活的生命力嗎 在彰化二水有一位大師 他是知名的實驗雕刻家 燕台對他來說 除了是寫書法 畫國畫的工具之外 還是一件藝術品 這裡面包含了文化的流傳 也因為要傳承這項特殊的文化 他是一輩子都堅持燕台雕刻跟創作 甚至漸漸影響了兩個兒子 兩個年輕人放棄原有的工作 反家跟父親一起創作 現在父子三人積極宣傳燕雕藝術 他們想讓燕台不再只有少數人 才懂得欣賞 而是能讓大家都能體會的 藝術之美 比莫子燕 這個燕台可以時間保留會比較長 從事這份工作到目前 是覺得說 都是在很認真來維持我們這個文化 彰化二水 濁水溪毗鄰而過的純樸鄉鎮 溪水像是條文化之河 為它帶來豐沛的水源 也帶來獨一無二 被譽為台灣黑玉的羅西石 變定了二水 實驗故鄉的文化底蘊 羅西石的好得到二水實驗雕刻家一致的認同 其中從17歲開始就學習實驗雕琢的董作老師 對羅西石更是情有獨鍾 別人眼中又硬又冷的石頭 他卻能夠看出這個石頭矮板的外表下 那生動的靈魂 因為它的過程可以說 一個沒有生命的石頭 我們互加雕刻 它會變成一件藝術品讓我們來觀賞 這個雕刻過程可以說 以工作中來雕刻 雕刻當中來創作 一件自己喜愛的作品來豐沛人生 也是一個心靈享受 石不語最可人 石頭不會告訴你它可以成為什麼 可是董老師卻能用一雙眼睛跟巧手 將它們變成一方獨一無二的雕台 第一件作品就是 從這個水牛雕刻出來的 因為這個水牛來講 這是我們台灣人的精神 水牛還有能騰雲飛越的龍 這方雕台上有九個個具形態的龍 經過了六個月的雕琢 它賦與石頭另外一個不同的生命 石頭 紋路 造型 這樣來雕刻會更好 會保持它完美的作品 它的作品每一刀都是獨運的匠心 每一作都描述著它心靈中那一次的呐喊 也或許這一方雕台還能有喝石生水的奇蹟 能水中取食喝石生水的人 也許只有董老師一家人了 這一天它帶著兩位兒子 引領我們到濁水溪的支流 去找尋那傳說中 能夠喝石生水的羅西石 這個石頭並不好找 特別是在枯水期 因為沒有吸水流動的牽引 石頭沒有辦法從上游移動到下游來 因此除了眼力 運氣更為重要 麥全能夠吸收了 萬一的修圖 已出現窗 加信 這裡有一個M台石的 這一個 不是很大 只是這樣 最正就是墨黑色 它足地很好 你可以摸看看 它足地也足感很好 老行家用看的 用摸的 就明白这颗石头是不是可造之材 如果再用刮刀做进一步的检验 可以刮出来 刮出它的粉状 能够刮出像太白粉一样细的粉末 代表这个石头的质地很好 密度够 已经具备成为一方宴台的基本规格了 我们一般的石头水滴一点 下去的话它会顺透出去 像这个螺西鼠它不会 我们一个水滴点下去的话 它会保持一颗自主在这里 它像这一个 你一滴下去它会顺透 吸水量很强 它不一样 它顺透力很强 为什么会用水滴来做实验 想象如果用质地比较粗的石头做验台 水渗透快不仅不能发墨 就算是发了墨 墨汁也很快就会干掉 根本没有办法使用 这也是螺西石它独特之处 也为什么会被称为台湾黑玉的原因 这不一样嘛 它水分还保留 这里就干掉了 如果像颗粒比较粗的石头的话 它等于说把碳粉刮下来的时候 没有办法再把碳粉磨细 它主地差别很大 传说中好的厌食台对着它喝气 表面就会有水一般的润泽度 所谓的喝石生水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好食材就像是一匹千里马 可遇而不可求 只是如果没有遇到伯乐 没有能够将它好好地雕琢 石头终究还是石头 也因此董老师跟两个儿子 对于雕琢燕台的坚持就显得格外地有价值 因为这传承的不只是艺术的涵养 而是文化的流传 以前的燕台 大家可能对于它的定位会在实用性方面 透过这几十年来 然后燕台从以前的实用性到达工艺的一个程度 然后再演化到艺术的一个身面 它已经跳脱了以前实用的方面 它赋予它的一个新的生命力 能够赋予石头生命力的人 想必也是个对生命执着的人 看着董老师在石头遍布的河床上来回地找寻 它静定的眼神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角落 它冲动的态度 即使在石头密布高低不平的河床上 有摔倒的可能性 它还是想将这些沉浅在溪底的美誉 从滚滚生命洪流的众生之中给挖掘出来 哇 这个质地很好 哇 好大哦 要不要来看看 在这里啊 很大 还是你们两位来搬 要不要刮看看 很厚至少啊 对啊 要找这么大的下一期会很难 这一棵至少有40公斤重 不仅大 而且品质又好 是近几年很少见的食材 特别是上游新建兰沙坝之后 这样的石头更是难得一见 这个楼西石它质地很好 但是要搬就是很重 那你们想不想搬 想啊 好 这样就搬回去嘛 可以说兄弟同心的话 这个石头也变黄金 全台湾甚至是全世界 唯一用楼西石做雁台 只有在这里了 这个传承的精神跟脉络 也透过这一方雁台 让人细细品味 这里已经有模式一点 这里比较粗嘛 那种特别人才会尴尬 和线条下去就好 儿子正在做飞天仙女的雕刻 父亲有时候还是会指点他 怎么样才能够做出更有意境的创作 这一件你们想要做什么会更好 因为这一件可以批开的雁台盖住 但是要批成功力不很多 这个地方批开 这里是底部 这里是盖子 这外表修饰就好了 就像我来这里走一条纳龟 稍微磕一下就好了 你竟然完本都行 那就给我拿地套来看看 刚刚找到的罗西石体积不够大 尽管外表长得像瓜类 却因为有个凹陷的缺点 大家讨论之后 觉得只适合做一般的随形验 所谓的随形验是利用石头现有的形状 并且保留石头部分的外表而做成了验台 这跟以往大家常看到的方形验台相比 更有温润的感受 经过裁切的石头扁平的身形 感觉似乎完成了一半的工 再仔细端详横切面是不是完整 这颗巴掌大的石头没有裂痕 也没有明显的水纹 这会让制作过程的成功率大大的增加 事实上每一颗石头不是捡回来就能够制作成验台的 有些伤痕从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 往往是在切开之后才能够清楚 这颗石头是不是可造制裁 像这种花线 里面的粒纹大概有四成左右 像这种我们就是说 就没有再继续创作 就把它淘汰掉 很多时候以为发掘了一块宝玉 但是打磨之后才发现 原来这就只是一颗石头 其实这跟我们人生很像 大多数的时间我们都期待能够发掘 跟能够磨练出可用之材 但是往往很多时候要试了才知道 所有事不是都能够尽如人意 而且也不是每一次的付出都能够有所收获 越磨越好 跟上年纪有关系 所以到底是在做实验还是在学做人 从作验中学 等于说学到验道 学做人 这也算是一种修行 光是打磨这个过程就得做上好几个小时 这个磨越酒它的质感会跑出来 我妹妹咬咬嘛 妹妹咬咬 就是旁边像这个很锐利的地方 你都把它磨掉 就像人磨它心性一样 大儿子家境把作验的过程当成是修行 有时候常常做到忘记吃饭 而小儿子家豪则是把作验台当成是能够说出自己人生故事的书 在我们这边看到的一些创作 它都是有生命力的 因为有体悟过体会过 它才可以把这个情感融入进去 它艺术品里面找这个生命力可以展现出来 有时候都说验台的雕刻它变成是一座桥梁 人跟人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桥梁 可能我做的一个意境 跟来欣赏人 他所体悟到的 能做到的是不同 但是一件作品它的一个作用反而发挥到最大 两位儿子都从父亲那里学到了制作验台的耐心跟坚持 还学到以生命为本质的创作 不只追求形态的逼真 还透过触目所及的现象 寻觅生的哲学跟活的美学来发扬艳雕艺术 父亲当时他们在雕刻都会比较单一一点 但我们就是以这个传统当中来创新 创新当中还保留传统 现在第三代他们又自由发挥 他们的雕变化还比较更好 比较线条绵和曲线绵都跑出来 所以说雕刻的过程就是每个人每个人他的想象 就是来自不同的灵感 雕出不同的那种意味 那种创作不同的灵感雕出来的品味都不一样 食不语最可人 那是新的沟通 对 因为是透过双手的一个互动 直接体悟到石头 还有眼睛的看石头的一个失文的脉络 那再做到新的一个沟通 用手的温度来感受石头的冰冷 但是摸久了 握久了 即使是坑完石 也会用相同的温度来回应你 这或许有点慢 也许时间有点久 但是仍旧会得到好的回应 就像这对兄弟 他们都曾经在外头工作 到最后却又都回到了家里 跟着父亲一起创作 因为这一份宴台的一个艺术路程 是从爷爷那时候就开始传承下来的 当初会回来是因为感动 我父亲他对宴台的一个创作 推广上面付出很多的努力 对我们子女 对我来讲感动非常大 那也是因为从小在这个环境长大 对宴台方面有非常大的一个感情 所以依然就回来家里面传承工作 妈妈库外写书法 经常用董老师做的宴台写字 董老师在南投检宴台时 巧遇到他 两个人牵扯了好姻缘 就像他写下的这两个字 他们一家人都因为这一方硬牌 而成就了这一切的美好 近几的台湾带您深入看看 这些平凡人最不平凡的精彩人生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廖婷娟 我们下次再见了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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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